大家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六角泡芙画的勾法 这一款是用的两种颜色的线 颜色的话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开始 环形起针 在这圈里面我们要勾出12个短针 12个短针钩丸拉一下线头把它收紧 在第一针里引拔结束 然后把线剪掉就可以了 拿出另一种颜色的线来 这样我们在引拔针的位置 把线勾过来 把线压一下 勾三个锁针 继续在勾锁针的位置 勾出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尽量的拉到和这个起针的辫子 差不多长度 然后再到第二针里 勾出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两个 三个 勾针上有这么多线圈 然后我们一次性的都拉过来 勾三个锁针 在下一针里 也就是第三针里 勾出一个引拔针 开始勾下一组 也是两针为一组 这样一共是六个滑板 一 二 三 勾出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一 二 三 在下一针里 继续勾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一 二 三 好 一次性的拉过来 勾三个锁针 好 在下一针里 勾出一个引拔针 这样重复 大家把后面的四个完成 一共是六个花板 最后还剩下两针 还剩下一组 三个辫子 在倒数第二针里 勾一个引拔针 三个锁针 继续在勾锁针的位置 勾出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三个 在最后一针里 继续勾出一组 一次性拉过全部线圈 勾三个锁针 在第一针里 我们做一个引拔针 结束 这样反到这里 一朵装饰六角泡芙花完成 今天的视频就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